牛鬼蛇神路 自序 自从1990年本书部分篇章发表以来 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 每年来美国开会碰到朋友 总会提起这个连载 令我扫兴的是 即使遇到经济学同行 不一定会提起我在JPE或AER发表的得意的经济学文章 却一定会提到这个连载 特别是碰到太太们 甚至会说他们收到刊物时最先读的文章就是这个连载 可能是故意讲给我听的 但是我特别要谢谢对这个连载文章的批评 因为刊物编者对这个连载组织中的问题 读者对此连载的性质有不少疑问 我在此做一个解释 也算是个后部的前沿 我是于198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论文时 开始写这本书的 书的中文名就叫牛鬼蛇神路 英文版也由我和苏珊秦同时写出 英文名叫 这我还不会念 执意应当是囚禁中的精灵或灵语中的精灵 中文是于1988年完成 英文于1991年完成 灵语中的精灵交给出版社后 他们将其当作学术著作 请匿名审稿人审稿 匿名审稿人对书稿的评价出人意外的高 因此出版社的学术委员会 全体一致通过接受此稿 牛鬼蛇神路分篇发表时 编者未争我同意 就将题目改成了《狱中回忆》 但是《狱中回忆》 已与牛鬼蛇神路有不少差别 首先《狱中回忆》把与政治犯无关的 有关刑事犯的故事都删掉了 《牛鬼蛇神路》共有28章 但《狱中回忆》大概少于20章 编辑从未告诉我删结的原则 但看起来留下的都是政治犯的故事 有点对刑事犯不公平 其实我觉得一些小偷 把手性犯罪的故事蛮精彩动人的 我虽曾是政治犯 但却对刑事犯没有什么偏见 有些章刺本身也被删结一些内容 英文编辑开始也说书稿太长 是否可以砍掉一些章节 看到匿名审稿人热情洋溢的审稿报告 他再不提删结的事了 读者的实质性批评 最精彩的是作者 无非是处处要美化造反派 我曾有一条规矩 从不答复别人的批评 除非批评者非常有理由的要我回答 我想这个批评者看完整本书后 自己会回答他的批评的 另一条精彩的实质性批评 是此书无主题 不能成书 这是一位英文版读者的批评 我被这个批评弄得难过了一阵 忍不住打破规矩回答一下 无主题本身当然不是坏事 凡书就强调主题 这本是过时的老套 但此书是提出了非常多 并不一定有答案的问题 也是种主题吧 如果读者像我一样多愁善感 一定会发现这一类问题 例如 什么是中国政治词典中的革命与反革命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 和再朝再也的政治意识形态中 革命和反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书中几个被杀害的反革命组织 头头的政治意识形态 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革命内容 而书中后半部中描写的1972年的复旧 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反革命内容 作为一个反革命政治犯的杨西光 其实是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而坐牢 但在1972年复旧的气氛感染下 他又十分 他又真正变得十分反革命了 这个革命与反革命的主题 混杂着历史误会 政治误会 曾经是一些以行为主义哲学为背景的 文学作品中最令人神往的主题 这就是为什么 这本书的最早被考虑的书名 是革命与反革命 当然这两个词的含义 在中共官方的词典中 又是另一种莫名其妙 趣味无穷的定义 而这种官方定义 有着血腥味的司法意义 另一个书中的主题是 保守派与造反派 秩序和公正的冲突 反政治迫害和动荡的冲突 在这些冲突中 保守主义的价值和造反的价值 都有非常令人信服的支持 保守派精英的代表是 程德明 保守派一般群众的代表是 毛火兵 造反派精英的代表 当然就是杨西光 造反派一群 造反派一般群众的代表 是向达易和另一个扒手 下半部中还要代表支持保守派的农民的人物 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敌对的人物 你看不出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他们有时十分可笑 例如造反派扒手为了压倒保守派 半夜起来在保守派的花上撒尿 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发疯 程德明和杨西光的思想 是当时很有深度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思想 在此出后部分 共产党保守派附旧的可爱 秩序加治理 秩序加理性和可恨 政治迫害和歧视 更从一个个血淋淋活生生的犯人的故事中展现出来 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 被迫害的造反派 再一次被煽动起来 闹平反 更是凸显了两种互相冲突 但同时存在的价值的意义 当然 连贯全书最重要的问题是 秘密结社 阻挡的反对派运动 在中国能不能成功 它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 相关的问题是 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 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 但为什么 他们不可能利用那种大好机会 取得一些进展 这个主题 一直要到此书的最后两三章 接触到劳改队中 可能的政治犯秘密结社问题时 才会被挑明 历史学家 政治学家 至少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故事理解 那时 秘密政治结社的社会背景 动机 意识形态 和活动方式 这其中 尤其是意识形态 不但学者难以了解 就是坐牢时 天天与民主党 劳动党 反共救国军的人 人在一起的人 如果没有敏感的理解能力和极好的人际关系 也不可能得到此书中有关地下反对派意识形态的信息 书中关于刘凤祥和劳动党的故事 可以将分散的章节连成一体 敏感的读者 可以找出上十个这样的主题 这些互相冲突的概念 之所以能融合在一本书中 是因为杨西光本人 就是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 他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 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周围的朋友亲戚 在文革中全是保守派 因此他对共产党保守派非常了解 特别对那些联动精英 有深切的同情和了解 但同时他又是个极端的造反派 对保守派敌视 与被迫害和被歧视的下层人物认同 甚至与爬手共舞 他坐牢时与国民党精英人物造反派 保守派精英人物 受苏式教育的精英人物 和受美式教育的精英人物 以及一般下层人物 都有很好的关系 这是此书多样化的一个条件 我们已决定将英文的《灵语中的精灵》 和中文的《牛鬼奢神录》 分为两本独立的书 它们互相有相当大差别 这两本书正式面试时 读者将从连贯的阅读中 了解它的复杂和多样化的主题 1992年5月1日 谢谢